四川加石苦战取胜腾讯体育10月24日讯2018-193GCBA常规范第二轮继续进行,这项客场挑战四川,他们在第二节一度落后14分,第三节大外员汉斯布鲁商退的情况下, 末节不断追应比分,凭借邓蒙在中场前27秒命中的三分,将比赛带入加石,然而加石在中,浙江攻击法力,四川多点开花,最终浙江112比1117不敌四川,CBA新疆大胜同系两连胜加帮斯33加9阿布都20分本场数据球队数据,篮板方面,浙江52比40领先,助攻方面, 四川29比12遥遥领先浙江,15,浙江12个,四川16个,三分球命中率方面,浙江仅为26.2%,四川34.6%,球员数据方面,浙江对四人得分上双, 邓蒙35分8篮板,汉斯布鲁30分15篮板,吴钱20分2场段,朱旭堂12分12篮板,四川队三人得分上双, 富兰克林38分10篮板是助攻8场段,汉斯布森36分11篮板5助攻3盖茂,成成13分4篮板,黄荣奇得到9分4助攻, 本场最佳,富兰克林得到这四胜本场比赛,富兰克林出战46分中,得到38分10篮板是助攻8场段的全面数据, 上半场得到22分7助攻,帮助四川始终保持比分领先,在这间追人阶段,富兰克林总能通过个人能力解决问题, 不过在中场前46秒时,令茂被罚下场,以赛桥点交战力14亿战罢,双方共交手11次,四川仍以6胜5负占据优势, 四川首截双外援威力大上赛季,四川队位列第19名,享有要外资格, 不过四川根据规则采由双外援四截七人制,在首截比赛中,面对这将单外援,四川双外援优势明显, 联手得到20分6篮板3助攻,并取得7分领先优势,两队合计范归65次本场比赛历经加时,双方共有65次犯规, 其中两次为体犯规,三人先后另犯离场,汉斯布鲁血散赛场第三节的一次争抢篮板中, 唐普三在捕篮下落实,不顺肘部打到汉斯布鲁脸部,随后汉斯布鲁眼角被打裂, 脸部出现到面积血迹,被换下场后再没有登场,比赛挥顾首截开始,四川队篮下优势明显接连打进, 这将在拔球线连续得分,开局双方战车四平,此后,朱旭航和邓蒙连得五分, 不过,四川队在富兰克林的带领下,打出12-0的高潮,四川队以16比9领先, 之后的比赛,双方比分交替增长,无前球赶火热连续得分,黄荣旗突破上来得到四分, 分差始终维持在气氛上下,尾端,汤普森迎来爆发,来下扣篮得手, 随即孟达三分张手命中,给予回应,随着,富兰克林押上命中, 首截结束,四川32比25领先,次节,依上来富兰克林连得五分, 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两位数,此后,汉斯布鲁·布兰得手,曾门底命中三分, 随着汤普森,打成2加1,四川次16比32领先, 之后的比赛,汉斯布鲁·布鲁·腾起进攻大棋,连得五分, 不过,四川队在富兰克林的串联下连续得分, 随着汤普森上来命中,四川队打出6-0的小高潮, 将领先优势再次扩大,最后时刻,汤普森连续两季接到全球爆扣得手, 浙江队靠着芳兰苦苦追分,无前三分再中, 打出5-0的高潮,随后孟达三分再中, 稳住局势,大场战法,四川62比52领先, 一边再战,汉斯布鲁连得4分, 四川队在汤普森和黄荣奇,在带领下连得6分, 开局四川67比57领先, 此后,富兰克林接管比赛,三分长守命中, 个人连得5分, 浙江队进行人员调整,无前三分命中, 止住推势,此后,富兰克林再次命中翘头, 四川七17比67领先, 尾端,富兰克林和汤普森连续得分, 汉斯布鲁在一次篮板争抢中受伤下场, 浙江在邓蒙的传联下,一度将比分追至5分, 随着最后一攻赴兰克林, 墙头不忠,四川83比78领先, 末节,四川连续打出配合, 孟达和朱续航相继得分, 随着防荣奇篮下暴扣, 开局阶段,四川打出9-2的高潮, 此后,浙江在外线连续势头3分无一命中, 陈晓东罚兰再重,分差被扩大到两位数, 此后,王毅博连得了5分, 此时,四川97比85领先, 随后,朱续航命中关键3分, 无前罚兰命中,将比分缩小至5分, 之后的比赛, 包容,七上兰再重, 止住推逝, 比赛最后3分中, 无前上兰命中, 富兰克林抱扣的手, 陈晓关键远头3分命中, 四川领先8分, 此后, 浙江队快速得到2分, 黄荣其微体犯规, 浙江队连得5分, 将比分追平, 随着无前最后3分不忠, 双方进入加时赛, 加时赛中, 开局阶段, 四川利用汤普森内线优势, 连续得分, 四川取得8分领先, 此后, 无前连续命中两季3分, 唐普森跑投命中, 稳住局势, 最后一分中, 邓蒙法兰得到1分, 将比分追至5分, 不过随后浙江两次3分不忠, 比赛基本改攻定论, 最终, 四川队119比112战胜浙江, 双方首发浙江, 无前, 张大宇, 程帅腾, 朱世豪, 道蒙四川, 富兰克林, 黄荣奇, 唐普森, 陈琛, 左镇年下轮, 对镇长归在第三轮, 10月26日, 浙江客场挑战新疆, 四川将面对强敌广东队, 日立日, 春归还平 way, 年轨X一些日子, 二分钟, 对镇平面系列 meta达定,